李永安好 国际间的一个趋势啊 我查了一下资料 对于CFC的部分啊 我们的竞争对手 像新加坡啊 还有像我们邻居的地区啊 香港 他们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执行 部长您知道为什么吗 新加坡跟香港是属地主义 我们是属人主义 才属人主义的国家 大概都才行的 所以你的原因是 那这里面 我刚只是举新加坡跟香港而已 这里面还包括马来西亚啊 泰国啊 你的意思说 这个表列上面 所谓的没有采取CFC的部分呢 全部都是属人主义 是不是 不是 不能这样二分法啦 我就说有些国家当然有它的 但是我们看的是 属人主义 尤其是先进国家 几乎都采行的 包括南韩 包括日本 部长没关系 我待会跟你讨论你的属人主义 因为跟你的那个实质控制 又不太一样 你的逻辑上面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来讲 其实本席赞成 本席赞成 这个CFC的这个concept 可是您在制定的时候 我发现啊 在这次的所得税法的制定的时候 蛮粗糙的 那本席认为呢 如果我们今天按这个 您的所得税法通过的话 我不要担心 有违宪的这个情形 部长 您的法务人员告诉你 这个按照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只有在依照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课征人民的租税 这个您的法务人员告诉您了吗 还是您 租税法律主义我们很了解 你很了解 所以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呢 基本上来讲 它是要保障人民的财产权 所以如果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课征 对不对 没有错 那在您今天的所得税法里面呢 你把这个法律的基础呢 写上去了 就对于这个CFC的部分呢 还有对于实质管理处所课税部分 你把法律写上去 可是部长 您的法务人员有告诉你 四字大法官四字第五百九十七条 六百零七条 六百二十条的规定吗 委员请指教 好 看看什么 按照大法官的解释呢 连续三个大法官解释呢 都每一次他在不同的年次最早从94年开始 他一再的提醒财政部 什么样的情形呢 财政部不可能够去做 他里面提到租税的主体 租税的课题 税基 税率 这一些的构成要件呢 只有法律 明文规定才可以 如果今天你要用授权的方式来做呢 大法官解释令呢 他有一个六百五十七条 大法官四字第六百五十七号里面讲说 你的授权必须要明确 而且仅限于执行法律的技术性的规定 这个才可以 我念一下大法官解释 他上面讲说 他上面讲说 如果是以法律授权主管机关发布命令或补充规定的时候呢 其授权应符合具体明确之原则 仅执行法律的细节性 技术性 次要事项 才可以由主管机关发布命令为必要之规范 可是我们今天在您的所得税法里面 我看不到 因为里面提到了 你规范的主体 你规范的课题 可是呢 其他的税机啊 税率啊 这些的东西 按照你的所得税法 今天所得税法上面是要授权财政部来做规范吗 税机税率事实上就是用现在的税率了 所以那个没有再重新定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的所谓财政部要规范的部分 我们CFC只是说把海外的引语按照持股比例 把它纳回来我们的所得税率 税率是一样的 那你到底财政部授权你要规范的是什么 就是说看看什么叫什么样的情况是关系的 持股多少比例 那那个是牵涉到你的租税的主体啊 呃 事实上 租税的主体按照市制大法官解释你是不可以 主体啊 你由财政部规定啊 跟委员报告CFC主体是总机构已经在台湾了啦 我们不是说你的分支机构在低税负的地区啊 部长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是是是 因为大法官解释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回答 你可以事后 你可以告诉我你要事后回答我 我都接受 不是 但是不要随便回答我 没有错 主体就在台湾啦 CFC的主体已经在台湾了 我们只是说 那个所得按持股比例要纳入 我们只是讲那个所得啊 按持股比例纳入 部长我就说你不知道的真的 你可以说你会后回答我 我们看下一页好了 你的CFC 你的定义 你的草案里面 CFC里面是指 直接或间接控制 在一定条件之下 总机构在境外 总机构在境外 我的重点 总机构在境外的是PEM CFC是总机构在境内 实际管理处所是总机构在境外 然后呢在国 大家规避我国的属人主义 因此我们用PEM 那CFC是总机构在境内 分支机构在境外 我们要把所得纳入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部长 你要不要念一下你的四三条之三 是委员委员是不是 四三条之三 你讲说 对 那如果你的 部长如果你的用语会导致 人家误会的话 那就显然你的用语该改了嘛 对不对 你的四三条之三上面写 自104年度起 盈利事业直接或间接持有 符合一定条件之 总机构在中华民国境外 关系企业半数以上 所以部长你要跟我预什么嘛 我意思说 你如果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在咨询完之后 回答 我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的用语呢 会导致误会的话 我的建议就改 那我要问我下一个问题 我有时间的压力 我要问我下一个问题 反正这个我们还会有机会 你还会有机会理清嘛 我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按照刚才宪法的规定 还有我们大法官的四字 我们今天本院的委员 我们知道我们宪法是五权分立的嘛 对不对 立法是由立法院要负责的嘛 行政单位负责的是执行法律嘛 所以今天如果部长要求立法院 要把这个立法的这个权利呢 交给财政部的话 那么他就会有 你违反宪法 还有我们五权分立的宪政体制的一个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要特别的跟部长讲 就是说你的现在提出来的所得税法里面 如果你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没有关系 那你的用语你就必须要修订 你的用语就必须要修订 确认你所做的并不是对于刚才前面提到的主体 课题 税基税律 你所做的是针对法律的规定 只是做你怎么样子去执行 那个是OK的 好不好 所以我提醒你到这一点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我要请教的就是说 你的第二个概念是说 实质管理处所的认定标准 是依照外国法律设定的 可是实质管理处所是在台湾的 我要请教部长 你这个跟营运总部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营运总部是总机构在台湾啦 那他现在是说把总机构搬在 譬如说搬到加勒比海地区 我现在在讲另外一个 我不是在讲CFC耶 我现在在讲你的 我现在在讲你的 我现在在讲你的43条知识了 43条知识我已经讲完了 OK我现在在讲43条知识 43条知识你的 部长你来你连法条都不看 43条知识我还在念一次吗 念一次很浪费时间 就实际管理处所 PEM嘛对在讲PEM 实际管理处所 他上面写自104年度起 以外国法律设立 外国法律设立 OK 外国公司好不好 对对 然后他的实际管理处所是在中华民国境内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营运总部的概念 难道不是你的机构在台湾 可是你实际上面控制 在海外设立的那些的关系企业吗 那你现在在这个里面规定的是说 你要对于这些的东西呢 你全部都要克税 然后金建会呢 另外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或其他的政策 他希望把国 希望鼓励国人啊 把营运总部设在台湾 你这个 这个金建会的这个政策呢 跟您的这个政策呢 以我看起来了 两个是互相抵触的 所以我就要请教 那个部长呢 你刚刚前面提到 刚刚在别的委员问的时候 你前面提到 你已经做了一个税事的支出的评估 然后你评估出来是税损是零嘛 对不对 我刚听到的 你是这样回答的嘛 是不是 那我要拜托你这个 在今天质询会后 把你的税事评估的资料提出来 委员这个是反避税的啦 这不是减税 减税才做税事支出评估啦 所以反避税 只要任何的理由 今天我们要提出一个减税的东西 只要是讲 挂了一个反避税的一个帽子 他就可以不要用税事支出 税事支出就 tax expenditure 指的就是减税啦 对啦 那我的问题是说 你去解释 那个税事支出条例 你的依据在哪里 我第二个 因为时间响零 我第二个要请教你的 就是说 你做了政策评估没有 你的这个政策跟 跟营运总部 金建会的营运总部的政策 两个是互相抵触了 你国家的政策到底是在哪里 国家的政策到底在哪里 营运总部是总机构在台湾 好了部长你会后回答我 如果你回答不了的话 我第三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我请教你 你可以 你现在是讲说受控制的公司 CFC的情况之下 受控制的公司 他的获利要算进来 我请教你 他的亏损要不要算进来 要还是不要 我们现在讲说 他把营运汇到国外嘛 营运汇到国外 规避租税 所以要按照持股比例弄起来 你按照你的法条念嘛 部长 你来开会总 按照你的法条念嘛 我今天问你的是说 你的收益 你要纳入磕税 这个我赞成啊 不要让他逃税啊 我想这个不会有人反对 我的问题是说 他的亏损 你要不要扣底啊 这样啦委员 我们讲的是纸三公司 你又来了 你回答我的问题嘛 他的收益 你要扣真嘛 亏损 你要不要让他扣底 要还是不要 没有人会把亏损放在国外啦 Depends on你的规定 怎么样子规定啊 如果你 部长让我讲完可以吗 因为我的时间 OK 如果你容许他亏损的 如果你容许他扣底 很简单嘛 他就制造亏损了嘛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你的亏损 能不能让他扣底嘛 可以还是不行 你要回答呀 没有我们这个条文是讲 引语在国外的 你的法条的用语 没有这样子显示嘛 好 那委员指教 我们如果要加也可以 但是这个目的是 把引语规避 放在国外 我们要把它拿回来磕税 没有人会把亏损放在国外 他亏损要放在国内 才几少管理的资税 真的是哦 真的是很入味 他看你怎么规定 他去做他的租税规划呀 好 如果委员 如果觉得规定不周延 我们也可以改 好 还有一个实质管理的处所 对 亏损的部分 你因为我刚讲说有两个嘛 你不要把两个搅混 OK 因为有念的人都知道在讲什么 另外一个实质管理的处所 类似像运营总部一样的东西 你的亏损可不可以扣底 外国的税捐可不可以扣底 这个也麻烦你会后提出来 好吧 以上 好 感谢 跟委员会报告 待会儿 学